好 面对这个空污的问题 环保署在6月23号就预告了 空气污染防治法的修正草案 历经三场次的工厅会 行政院长赖清德 今天是在行政院会中拍板了 空气污染防治法的修正草案 将过去许多空污防治措施 由奖励改为管制 以加速改善空气的品质 并且会送到立法院来审查 而环保署长李毅元也表示 如果相关的措施 都能够完整落实执行的话 他认为每立方公尺PM2.5的浓度 将降为18维克的目标 可以在2018年来达标 行政院表示 这次修法除了参考 司法改革国事会议的决议 建构追缴不乏所得利益 新增检举奖金跟吹哨者制度之外 更针对空气品质改善的需求 进一步的加强染料的管制 有害污染物的管制 也扩大了这个污染源的纳管范围 加强交通工具跟其他机具排放的管制等等 将能够建构更完整的空气品质的管理制度 以有效的防治这个空气污染 维护国民的健康 维护国民的健康